接著到第二條題目 這條題目其實就是玩來玩去都是那句Core的口號 加減3M變,乘徊全部難變的遊戲 我快說一次,所謂加減3M變就是Minimummedium 平均重數和中位數就會變 而乘徊全部難變就是Minimummedium 平均中位數和重數會變之外 另外,我們有關於分佈和分散情況那些 我們都會成為大個倍數 例如Sanity deviation標準差 例如我們說的範圍,分佈域 還有Interquartal範圍,四分位數那些 這次其實它在玩什麼呢? 一齊來看一看 首先它第一件事告訴你 原來Y是叫做200-4X 用另一個角度去到說的話 就是X是反過來就是200-Y除4 或者我們叫它為50-Y除4 兩個角度,看看你誰是做subject的意思 那你今天想怎樣? 今天它就想跟你這樣說 它說EQ我們X如果叫做8.8 那它跟著就要求你去找一件東西 就問你EY是多少 EY是多少 那就調完槍頭 如果我告訴你Variance of Y 是叫做144 那它的問題就是問你 那Variance of X又是多少 兩個問兩個問 那我們說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沒有難度,一起試一下 EQ Y 就是相當於EQ我們說200-4X 加減3N變 其實Expected Value我們當作min min就是全部都關於事 加就關於事 所以它就叫做200-4 EQ X 那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的話 其實你就會發現到它是200-4乘2 我們的8.8 對不對 200-4乘2 8.8 就會是164.8 164.8 最終你就會計到這個是164.8 那我毫無難度 那第二個問題 如果假設我要找Variance of X Variance of X 我們有Variance of Y 那X和Y的關係就是這個關係 我們就寫下它 叫做Variance of 50 再減Y 除4 首先加減跟它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個你可以忽略 不需要理會 因為這個影響不到分散程度 第二點 Variance 一定是正數 其實Standard deviation 標準差也一定是正數 所以你整個-1 我們都可以不理 都可以不理 那你說成了四分一的時間 就要看看你研究了什麼 如果你研究的是 Sandard deviation 標準差 Range分步域 Interquartal range 四分位數 間距 你乘了四分一 那你應該要乘回四分一 但是Variance 是Sandard deviation 的二次 方差其實是標準差的二次 所以其實你應該在玩四分一的二次 就是Variance of Y OK 那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的話 我們一起寫下它 Variance of Y 那是多少來的 根據頭文的說法就是144 所以它就是144 就除以四的二次 144除以四的二次 最後計算下去 就叫做9 就叫做9 那成功地 我們說解決了我們的A Part 那接著到B Part的時間 他們問了一些比較詭異的東西 那這些詭異的東西 就需要你自己對幾個 Distribution的認知 是要深入一些 那一起去試試玩一玩它 那去到我們的Part B的時間 他們就問你了 你覺得這件事 似不似在在玩 Poreson 拍蟲分布 那你要去理解 Poreson 拍蟲分布的玩法 是怎樣玩的呢 那聽下我講的 如果Y真的拍蟲分布的話 就只是意味著 它會得出一個這樣的效果 Equival Y 那個是叫做Lander 而Variance of Y 那個也是叫做Lander 而我們說Lander這個 這個呢 就可以不需要明言出來的 因為 只不過計算用的一個位置 那但是 這兩個人都要等於 這兩個人等於到的話 我會說他是Poreson 如果這兩個人很近的話 其實我都勉強可以說他是很像Poreson 那但是事實上究竟是否發生這件事呢 那麼我們說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在想東西 不出街的 實際的情況下呢 我們拖回兩個人出來 Equival Y的話呢 就叫做Lander 164.8 Variance of Y呢 其實剛才我們都知道了 那個就叫做Lander 144 那麼兩個Figure我們都知道 一個是計算出來 一個是之前比的 但是我們會發現 兩個人其實是不等於的 那麼有同學可能會說 其實他都近啦 近和等於是兩回事的 要很近才行 如果有一點點不近的話 其實你說他是Follow Poreson 也是不可能的 那麼所以答案呢 就是Lot Follow Poreson 不是呢 就拍重分佈 呃 不 意 拍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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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eson Poreson 分佈 好 OK 那OK的話 這個呢 就成功搞定了 第一支東西了 那麼第二支東西 去到我們的C部分 C部分呢 它改了字眼 它這次是說X的 他們說X那個呢 是不是 binomial 那麼我用紅筆寫啦 那Binomial的意思是怎樣玩的呢 它會有個min 這個min呢 就是叫做Np 它會有個variance of x 就是叫做Np乘以1-p 那麼N就是說 我們究竟呢 摘幾次 或者抽幾次 或者玩個月幾次 P就是關於成功的機率 那麼如果你說是不是呢 究竟呢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先插兩個數目給你 先看看吧 Equal of x呢 根據我們剛才呢 題目的記載呢 就叫做8.8 而Variance of x呢 其實它當時就算是9 那麼我們說不如這樣吧 嘗嘗老屈它吧 看看算不算得到N 算不算得到P Suppose x其實是follow 我們那個叫做binomial follow binomial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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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同學 就是說 假設 x呢 就是 E 我們那個叫做 二項分佈 好嗎 那如果假設真有其事的話 我們就會告訴你 N乘P 就會叫做8.8 N乘P乘以1-P 就會叫做9 我們嘗試一下硬張的等於 那兩條式兩個暗動呢 其實邏輯你一定能解決到的 但問題是這麼說 你計出來的N值和P值要合理 哪一個合理呢 N就是嘗試的次數 邏輯上呢 就一定是整數 但是就算你計算是近整數 都可以 不過你就不能是負數 更加N你不能計算到1 0 0.0的那些九五八八 至於P就是發生的機率 而發生這個機率呢 其實我們的要求很簡單 0到1夾住就可以了 那事實做不做到呢 2式除1式 1-P就會等於9除8.8 9除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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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叫做45 over 44 45 over 44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們P掉一掉位 它就變成負 over 44 立即就失敗了 那為什麼呢 大哥 P等於一個負數 這個是接受不了的 從3都知道 可能的概率 那些概率呢 就不可能是負數的 所以我們就會是 contradiction 就是矛盾了 那所以答案呢 都是NOD Follow 我們那個叫做 binomial distribution 就不依我們那個叫二項分佈了 OK OK 這次玩就搞定下班了